由血癌而去另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聽說病都是膠胃常見 由黃偉新教授跟我們講一個非酒精性脂肪肛的診治 黃偉新教授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腸胃及肛臟科的教授 我們歡迎黃偉新教授 謝謝馬院長的介紹 圈主席 各位朋友 各位同道 大家好 我亦都多謝基金會的邀請給我一個機會和澳門的朋友作交流 亦都趁這個機會向大家拜一個早年 大家新春快樂 身體健康 我今日講的是脂肪肝 是一個很普遍的疾病 無論我們做醫生也好或者其他醫療行業也好 或者是一般市民都應該要知道這個疾病 一般來說 我們講脂肪肝有兩個最主要的成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過量喝酒 改變了肝臟內的新陳代謝 而另一個很普遍的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 亦即是因為肥胖或代謝的疾病 而令到太多營養積聚在肝裏面 在醫學上還有一些較為罕見的脂肪肝 包括藥物引致的 或者是懷孕期間引致的急性脂肪肝 那些就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了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與肥胖有關的非酒精性脂肪肝 我們講脂肪肝其實是一個統稱 實際上基於病情的嚴重程度 活躍程度 亦都分為不同的階段 我們最初叫做單純脂肪化 或者簡稱是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即是肝裏面有脂肪積聚 但裏面沒有發炎、沒有受損 這是一個較為良性的情況 在中國人來說 在云云這麼多脂肪肝的患者之中 大概有兩成同時有脂肪性肝炎 我們稱為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或者NASH 即是除了脂肪積聚之外 亦都同時有發炎、有細胞受損 於是肝積累破壞之後 就會慢慢有肝纖維化 以至到最終變為肝硬化 為何我們這麼緊張 病會否演變成肝硬化 就是因為所有慢性肝病 如果去到肝硬化 都是一個很差的後果 肝癌的機會會高了 而一些與肝病有關的併發症 包括肚積水、有肝腦病 即是神志不清 都是要去到肝硬化才會出現 究竟脂肪肝在亞洲的情況是怎樣 在過去幾年 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團隊 用了最準確的方法 用磁力共振光譜掃描 就幫接近一千位社區的人士做了檢查 我們用磁力共振 就可以很準確地量度到肝內有多少脂肪 我們同時也會做一個肝纖維掃描 我們叫Fibro scan 以下會再詳細解釋 也可以同時量度到肝內有多少纖維組織 即是我們第一次可以告訴大家 不單止社區裏面有多少人有脂肪肝 甚至亦都可以告訴你 脂肪肝究竟是否重要 我們做完這個研究之後 就發現在社區裏面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是有脂肪肝的 而在有脂肪肝的人裏面 大概有百分之四的人 就會有嚴重的纖維化 或者乾硬化 你可能說百分之四其實很少 但你要明白 因為我們的份母 即是有脂肪肝的人實在很多 例如我們香港的成年人口有超過五百萬 換言之有超過一百萬的人 或多或少會有非酒精性脂肪肝 就算只有百分之四的人 是有肝纖維化或者乾硬化 我們都說的是超過四萬個人 而我們知道這一部份的病人 在他一生之中大概有兩至三成 最終會出現乾硬或者乾硬化的併發症 如果你將這條數加起來 那也是一個挺驚人的數目 你也可能問 是不是幾人休天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問題 暫時來說 我們香港或者亞洲 沒有這一方面的數據 我們也相信 因為乾病是一個慢性的疾病 可能要很多年才會浮現出來 但如果我們看看一些西方的數據 其實問題已經出現了 例如在2015年剛剛公佈了最新美國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脂肪肝已經成為了 在美國第二號引致肝衰竭 以至到病人需要做肝移植的成因 我們可以看到 黑色這條線是指非酒精性脂肪肝 你可以看到 在過去十年來 其實這個非酒精性脂肪肝引致需要肝移植的人數 其實增加了170% 而這個升幅是遠遠高過其他的慢性肝病 如果大家都明白脂肪肝肝是一個重要的疾病 在社區來說也影響很多人 究竟我們作為醫師或會見病人的時候 在門診看到這些病人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當然今天講的是診治 包括我們要做些什麼診斷和檢查 和怎樣治療我們的病人 在做檢查來說 我們的目的其實有三個 第一 我們當然要確診 另外我們也要告訴病人 他的病究竟有多嚴重 究竟是很輕微的脂肪肝還是重症 這些都是我們責任上要做得到的 另外不可以忘記的 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 是跟肥胖、代謝、綜合症那些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是整個人 就不只是醫一個肝 千萬不要忽略了病人 可能同時有糖尿病、血壓高 有一些血脂的毛病 也同時有機會有心臟病 有中風的風險 那些都是我們必須要留意到的 但是今天我們集中講肝 就會講診斷和檢查的嚴重程度 診斷脂肪肝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一般來說 在診所或者醫院都是靠超聲波來診斷 在超聲波之下 一個脂肪肝的形態會是怎樣呢 第一它就會比較光亮 大家在這幅圖看到 肝臟明顯比旁邊的腎臟白很多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脂肪肝的形態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 隨著肝內脂肪比較多 其實它會吃了超聲波的能量 於是你會看到較為深層的組織 就會看得比較模糊 甚至乎你說深層的血管 甚至乎看不到都未定 我們平時檢查一些肝病病的人 很多時候會抽血驗肝功能檢查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要特別提出一點 就是有超過一半的脂肪肝患者 其實它的肝酵素是可以正常的 而肝酵素也未必跟肝病的嚴重程度有相關性 這個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除了我們照一個B超看到有沒有脂肪肝之外 另外我們要確診這個脂肪肝 也需要排除其他的疾病 大家知道在澳門來說 月形肝炎非常普遍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病人肝酵素高、有脂肪肝 那就是脂肪肝 我們也要排除它會不會同時有月形肝炎 另一個病在澳門未必很常見 就是丙型肝炎 但是這個也要檢驗 就因為丙型肝炎病毒本身是可以引致脂肪積聚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病人有脂肪肝 丙型肝炎也是需要排除的 所以我們最少也要檢驗病人有沒有月形丙型肝炎 我們也要問清楚病人究竟有沒有喝酒 因為其實沒有任何一個測試或者臨床的檢查 可以告訴你究竟脂肪肝是酒精性的脂肪肝 還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所以我們都要回歸最基本 問診是重要的 我們就要問病人 也要問問會不會他吃了某一些藥 會影響他的肝功能 甚至乎會增加肝脂肪 至於我們需要再做多很多檢查 來排除其他肝病 就很視乎病人本身的病歷 也要看回當地的情況 我們除了診斷脂肪肝之外 第二條問題就是要告訴病人 你的脂肪肝是否嚴重 傳統上我們是靠肝組織檢查 或者肝痊來做這個判斷 換言之就是拿一支針出來 拿部分組織在顯微鏡檢查 沒錯 看一個肝組織 我們可以得出很多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有多少脂肪 有沒有發炎 有沒有纖維化肝硬化 但是做肝痊也有很大的局限 首先有些病人可能不適合做這個肝痊 例如他本身有一個流血的風險 或者有肚積水 你做肝痊就會增加病人的風險 另外就算在很有經驗的醫師來講 你如果做肝痊的時候 病人也有可能會痛 也有一個很小的機會出現病發症 例如內出血 最後一點就是 雖然過往我們一直都當肝痊是一個黃金標準 當是一個最高的標準 但是近年的研究告訴我們 其實這是一個假象來的 原因就是因為你抽肝痊的時候 其實是拿一支針針 你拿出其實只是整個肝體積的五萬分之一 換言之 如果你剛好是抽中較為不活躍的一部分 你就會低估病情 醫學上我們就叫這個抽氧五叉 究竟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呢 在我們右邊這個圖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當時有一班研究員在做減肥手術的時候 病人本身很肥 開刀做手術的時候 趁這個機會 在肝的右邊和左邊都分別拿出一個組織出來發炎 然後在顯微鏡檢查 他們發現就算你是同一個病人抽兩次組織來看 你看到兩個組織 如果你看到脂肪有多少 相關性很高的 90% 即是說兩邊的判斷差不多一模一樣 但如果你想看肝纖維化 那就已經差很遠了 只有五成的情況之下 兩個組織是一模一樣的 但如果你想看嚴症或者細胞受損 就更加差了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 換言之這個抽氧五叉的而且確是一個大的問題 有見及此 我們就很有需要發展一些無創技術 來代替肝組織檢查 目前來講美國的治療指南建議 用一個叫做Netvolt Fibrosis Score 即是說脂肪肝的纖維評分 來做第一線的檢查 這個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班研究員 集齊了超過七百位有脂肪肝的患者 他們同時就做一些臨床檢查 然後也做一個肝活檢 抽一些肝組織出來 然後他們就做一些統計上的檢查 就發現有六個因素 就特別跟一個重症有關 即是說有這六個因素的人士 就較為大機會有嚴重的肝纖維化 甚至乎肝硬化 那六個因素是甚麼呢 包括年紀比較大 血糖比較高 肥胖 血小板低 白蛋白低 以及轉氨煤的異常 即是AST和ALT的比例 升高 這些都會跟一個重症有關 在這個研究裏面 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將這六個因素加起來 而形成一個評分的話 它用來看病人有沒有重症 這個準確度大概可以去到八成左右 而在我們中心 我們較為常做的 反而是另一個檢查 就叫做肝纖維素描 Fibroscan 在座可能很多位同道 也有見過這一台機器 這個就是肝纖維素描的機器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好像我們平時做B超一樣 在門診、床邊已經可以做到 那這個肝纖維素描 其實是甚麼原理呢 我們首先把素描的探頭 放在肝軀上面的皮膚那裏 我們按一下按鈕的時候 首先那個探頭會彈一彈 皮膚 於是就會造成一個震動在肝裏面 這樣傳過去 我們叫做shear wave 或者叫做切變波 那同一個探頭 沒有多久之後 就會再射一個超聲波進去肝裏面 然後追回原本的切變波 然後就可以憑這個方法 計算到切變波 在肝裏面走得有多快 如果大家再想回 我們中學時學的物理原理 我們就知道一些波段 如果在越硬的物質上 就會傳輸得越快 相反來說 如果在一些較為疏鬆的物質裏面 就會傳輸得比較慢 例如如果有一塊鐵 你一敲的話 震動很快就去到另一邊 反過來 如果是給你一塊木 你的震動就會傳得慢很多 換言之 如果我們可以計算到切變波 在肝裏面走得有多快 我們就可以計算到肝有多硬 也可以預測到肝纖維有多嚴重 這是我們與法國另一個中心的聯合研究 我們當時也檢查了超過200位脂肪肝的病人 又是同時做了肝痊 同時做了肝纖維掃描 我們發現如果我們用肝纖維掃描 來看嚴重肝纖維化或者肝硬化 那個準確度可以超過九成 如果我們與其他包括脂肪肝的纖維評分 或者其他抽血測試做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準確度是遠遠高過其他方法 我們做肝纖維掃描 其實如果用最新的機器 大家會留意到它除了量度肝硬度之外 還有另一個評分就叫做CAP 全名叫做Controlled Attenuation Perimeter 剛才我提到B超的時候 曾經提及過我們看脂肪肝的時候 入到深層的組織就會變得比較模糊 因為超聲波的能量已經不見了 大家也可以想 如果我有辦法量度到超聲波的波段 去到深層組織究竟消失得有多快 我們便可以計到肝有多少脂肪 這個正正就是CAP的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實際上病人如果脂肪越多的話 這個CAP值也會越高 同樣地如果我們跟肝痊的病人比較的話 亦都看到這個CAP大概有八至九成的準確度 可以量化到脂肪有多少 我們講完診斷和評估之後 最後一段時間就是講我們怎樣治療脂肪肝 跟任何代謝疾病一樣 無論你說糖尿病好肥胖好 生活習慣的改變永遠都是行第一 如果病人完全不肯改生活習慣 繼續暴飲暴食不做運動的話 你給他多少藥都是假的 所以作為醫師我們有責任強調這一點 即是說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然後我們亦都不可以忘記 病人很大機會同時有其他的代謝疾病 包括血糖高、血壓高、滴血脂的問題 另外一樣要強調的就是有很多醫師 就是一個誤解 因為我們平時吃的Stectin 即是一些降膽固缺醇的藥 我們知道其中一個副作用 可能會令到肝酵素上升 所以有些醫師就比較擔心 就不夠膽用 但是其實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了 如果一個脂肪肝的患者 只要它仍是一個代常的肝病 即是未出現一些早期肝衰竭的跡象 其實Stectin是非常之安全的 甚至乎也有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告訴我們有吃Stectin的患者 其實它的肝酵素回復正常的比例 反而更高些 我會趁這個機會 另外講講一些用藥物治療 脂肪性肝炎的新發展 最後如果病人同時有morbid obesity 即是非常之肥胖的患者 其實我們也知道做了減肥手術之後 其實脂肪肝也得以改善 講回最根本的生活習慣的改變是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團隊在過去幾年的其中一個研究 我們就在社區找了一些脂肪肝的患者 然後用隨機抽養的方式 將它們分為兩組 第一組就會跟營養師做一個減肥計劃 做一個生活模式的改變方法 我們包括建議定時做運動 也都很強調一個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即是說是希望選擇一些食物 是不會那麼快令到血糖上升 也都不會增加營養的攝取 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吃米的話 我們就知道吃白米的升糖指數是很高的 但是紅燥米那些就叫做升糖指數低 意思就是說就算我們吃同樣份量的食物 它吸收的過程會慢一點 於是乎血糖不會升得那麼快 也都不會那麼容易引致脂肪肝和糖尿病 而我們另一組就是常規治療 效果就很顯著的 我們一年之後就發現 如果有參加營養師的生活模式改變計劃的人士 有六成四的人是可以完全沒有脂肪肝 即是無論我們用磁力共振檢查 用纖維素描檢查 那些人的肝臟都可以完全回復正常的 相反來說 在對照組裡面你看到只有兩成的人是可以改善到脂肪肝 那你可能問你為什麼什麼都不做 都有兩成的人會改善的呢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來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我們平時在門診見到病人 你告訴他有脂肪肝或者有其他病 那其實有部分的病人因為怕 那或多或少他的生活習慣其實已經會有些改變 而這個診斷對病人也是有一些幫助的 那我們這個研究也可以發現到 究竟你減多少體重才有用 那我們看到當然你越減得多 那效果當然越顯著 那在右邊你看到如果病人的體重可以下降到百分之十以上的話 那幾乎百分之一百的脂肪肝會消失的了 那但是更加重要的一點呢 我就要強調呢 就是你看回中間的三條巴 那其實呢 就算他只是減少少肥 不是真的減到那麼多 那其實對代謝疾病啊 對脂肪肝呢 都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那這個故事講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你在門診裡面 其實是不是呢 都應該叫病人改善他的生活習慣 就算他不是說減到很多體重呢 那我們也都應該繼續鼓勵我們的病人 因為呢 我們知道這個對他的身體依然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啦 那剛才說過低升糖的食物啦 那如果你說很複雜喔 就是又講脂肪又講糖又成 有沒有一些簡單一點的訊息 可以講給我們的病友聽 就是讓他們可以先做第一步呢 那是有的 就是如果你說 云云那麼多種不同的食物裡面 戒哪一種最快見效呢 那我就會建議那些病人呢 首先就不要喝汽水 或者是一些人造的果汁 加了甜的那些 那些 因為汽水和一些果汁裡面 加了那些我們就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即是說呢 是一些高果糖的糖漿來的 那些呢 特別是會引致脂肪肝的 是的 那就是 又是 跟我們的同道 又回顧我們讀書時候學的東西啦 那這個是我們大學的時候學的生化啦 那究竟果糖跟我們平時吃的其他糖分有甚麼不同呢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果糖 fructose 它那個代謝的過程啦 那跟葡萄糖不同的地方呢 有幾點 那第一呢 就是果糖呢 就是有一個很強的first pass effect 那就是說呢 它去到肝臟呢 就會馬上分解的啦 那而它這個過程呢 是不受胰島素控制的 那相反來說呢 葡萄糖呢 就是受胰島素控制的 那就是說呢 你吃的 攝取的果糖呢 其實是並沒有一個身體機制 去調控它那個代謝的 那第二點呢 就是如果大家記得呢 就是葡萄糖呢 如果我們分解的時候呢 第一步呢 就是會將一個輪化去到第六個位點 轉成glucose 6 phosphate 而呢 果糖呢 就不同的 它會轉成fructose 1 phosphate 就是那個位點在1號位的 那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就變不到肝裏面的肝糖 就是不可以把它做為一個儲存的糖分 那於是乎呢 它就會全部呢 就變成一些脂肪酸 而引致脂肪肝 那所以呢 簡單來說呢 就需要戒飲這個汽水 和一些人造的果汁的 好了 那至於藥物治療那裏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你的病人 比較重症的脂肪肝 甚至乎有脂肪性肝炎 那目前來說呢 美國的治療指引呢 是同意了有兩種治療可以考慮的 那第一類呢 就是維生素E 那第二類呢 就是一種糖尿藥 那叫做peoglitazone 那為什麼用維生素E呢 本身是一種抗氧化藥來的 那它已經證明了呢 可以降低肝的脂肪和炎症 那但是呢 因為它主要呢 是針對這個氧化作用 針對這個炎症 那它本身呢 就對這個 就是胰島素的抗性 或者對代謝疾病本身呢 就沒有一個直接的影響的 那但是呢 就是用維生素E呢 也都有去一些隱憂 因為呢 有某一些觀察性的研究呢 就說它可能呢 會增加死亡率 因為會略為增加一些癌症呢 和這個心腦血管病的 那但是我也都要強調呢 那些是一些觀察性的研究 那也都不是一致性的數據來的 那就是有些研究說 可能會增加風險 有些研究就說看不到的 那所以這裏呢 依然是傳移的 那而另一個類藥呢 我們就叫做Pioglitazone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是一個PiPa的Agonus 那這個作用呢 就是增加身體呢 對胰島素的反應的 那同樣地呢 也都會減低肝的脂肪 那還有肝的炎症的 它最大的不好處呢 就是它會引致肥胖的 那平均來說呢 吃Pioglitazone的人呢 那體重呢 會增加2至4個公斤 那由於呢 我們已經說了 就是一些肥胖的脂肪肝病人 那所以這個體重上升呢 實在是一個麻煩的地方來的 那同樣地呢 也都有一些研究呢 說它可能會略為增加這個 就是膀胱癌 那這個也都是需要 就是長期一些研究證實的 那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個 較為出名的研究 那就是新英倫醫學雜誌 就是2010年那陣 就是刊登的呢 就是講剛剛的Pioglitazone 和維生素E 那這個就是很出名的Pivens Study 那這個研究呢 就包括了247位脂肪肝的患者 那他們就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呢 就抽到吃Pioglitazone 維生素E或者是安慰劑的 那我們看到呢 去到兩年的時候呢 那就無論是用維生素E 或者是用到Pioglitazone 都明顯的病人呢 就會減低這個肝的脂肪和炎症 那但是呢 對於這個肝的纖維化呢 就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影響的 那就 目前來講 就是治療肪肝的藥物 那所以大家呢 可能也都會想知道少少這隻藥 那FxR是什麼來的呢 FxR全名呢 就是Phynesoid X Receptor 那是一個呢 細胞核的受體來的 那大家聽細胞核受體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大家不應該陌生的 細胞核受體呢 就是Nuclear Receptor 那FxR可能沒有聽過 那但是我們平時其他很多的賀爾蒙 包括我們那些 那些紅性的激素啊 或者痴性的激素呢 其實呢 都是透過一些細胞核的受體 而發揮作用 那而細胞核的受體呢 一個特點呢 就是它對身體的代謝呢 是有很大的影響和功能的 那而FxR呢 本身呢 是膽汁酸Bio Exit的受體來的 那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呢 當它激化了之後呢 也都會同時呢 調控這個血糖的 那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呢 那有很多藥廠啊 和一些研究員呢 也都特別呢 就發展FxR受體的激化劑 那而其中一個呢 走得比較前的呢 就叫做Obertocholic Exit 那Obertocholic Exit呢 就在這個Flinn Study 第二期研究呢 就剛剛在去年 在刺針雜誌那裏刊登了 那它同樣地呢 也都會減低肝的脂肪和炎症的 那而為何這隻藥呢 是這麼受到追捧 就是這麼受到注視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那些人發現呢 有大概三成半的患者 在吃了這隻藥之後呢 連個肝纖維化呢 都有改善 那大家知道 既然纖維化 就是引致肝硬化的通道 那麼抑制到這個纖維化的惡化 甚至乎令到纖維化改善呢 那其實呢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來的 那這隻藥很大機會呢 在幾年之內呢 會上市 也都很大機會 在澳門啊香港 也都有機會用到 那但它都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問題包括什麼呢 因為它牽涉到膽脂酸呢 那所以較為多服用這隻藥的患者呢 可能會皮膚有痕療的情況 而更加大的問題 而目前醫學界 還未完全知道有多大的問題呢 就是在吃這隻藥的時候呢 它的膽固醇 它的總膽固醇 和低密度膽固醇 LDL cholesterol 都會上升的 那由於脂肪肝的患者 本身已經有一定的心腦血管病的風險 那這件事究竟有多大影響 而是不是就這樣吃一些 降膽固醇藥 就可以完全抵消了它的不良效果呢 那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那總結起來呢 脂肪肝呢 目前來講是全球最常見的慢性肝病 那也都慢慢成為一個主要引致肝癌化 和肝癌的成因 那脂肪肝呢 和這個代謝綜合症 心腦血管病和癌症呢 也都是息息相關 那除了說我們做一個診斷 判斷肝病有多嚴重之外呢 那我必須強調呢 我們也都要顧及整個病人 也都要顧及其他代謝疾病 和心腦血管的風險的 那而最後呢 目前呢 我們可以考慮 維生素E 和Pyroglytosol 如果病人是比較重症的話 那而長遠來說呢 當然我們也都等待很多新藥的面世 那多謝大家 好 那請問王教授 請問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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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教授 李教授 您好 Vincent 很好講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Authersound study 如果你要去validate 那個utility 怎樣去adjust for skin 例如一些 比較肥一點的病人 你要去將那個sound wave panetrate through the skin 去到那個bounce back 這樣 那你怎樣adjust 那些肥膚的肥 對那個interference 因為糖粗力很難 那些人都是 兩吋肥高 那怎樣adjust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那個病人 是比較肥胖的話 會怎樣呢 如果我們純粹和肝痊比較 就會發現 無論病人的皮下脂肪有多厚 對準確度 就沒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那反而呢 就對一個成功率呢 影響比較大 那就是說呢 如果那個皮下脂肪 是很厚的話呢 其實甚至乎 那個切變波和超聲波 其實是入不到肝臟裡面 於是乎就量不到的 但是呢 就是有見及此呢 其實那個乾纖維掃描 那個開發箱呢 亦都為了這個 改良了設計的 那就說 除了我們一般的探頭之外呢 他也都設計了一個 加大碼的探頭 那就用一個低頻率的超聲波 那我們知道呢 如果超聲波的頻率 越低的時候呢 那它其實就可以入到 越深的組織 那就憑這件事呢 就可以解決到 即是檢查肥胖病人的問題了 好 我反而有 有少許評論 以及亦都有一個 專家的問題 剛剛先呢 教授你提的那個問題呢 就是超聲波 究竟如果肥這些人呢 你是怎樣教到它 又沒有那麼黑滿白的那些東西呢 就是呢 其實我們剛剛先聽教授說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見到那個 肌肉很白 見到那個 那個肌肉很黑 那就應該可以 但是在我自己的 practice上 因為我是radiologist 那我就發現呢 其實很多false positive 就是很多 over diagnosis的情況 那這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那其實教授你 剛剛先提的一個問題 我很想答的 因為現在的機器很厲害的 有一個叫smart bottom 一按了下去 它就會adjust到 那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反而呢 就是說 就算是用了這個smart bottom的時候呢 都會出現一個我們叫做TGC問題 就是叫做target gain control的問題 那所以呢 其實真的要一些 就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我們現在才能夠adjust到 那其實再簡單點說 那其實再簡單點說 那不單止只是看兩個 就是那個liver 和那個kini的contrast 應該要看看 這個liver裡面的structure 是否清楚 我們分開大概三個不同的grade 可以有 那另外呢 就說 在那個biopsy 剛剛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我很同意一件事 就是說 當我們做biopsy的時候 你是做sampling 你是拿到其中幾百分之一的一個組織 但是 你這個biopsy 是說的是conventional liver biopsy 還是imaging guide biopsy呢 我想這件事有不同 因為我們做ultrasound 或者是做所有imaging studies 包括CT也好 或者MRI也好 我們將fetter liver 基本上都分三種 一種叫diffused fetter liver focal fetter liver 和一個叫isolated normal perengua 那如果你是沒有經過一個 就是很仔細的設計的話 那你那個false negative 應該會高 那我想問一問的問題 就是說 在你這一組研究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將這個因素 考慮在裡面呢 回復之前說 我們在同一個肝臟 抽取多過一個組織的時候 亦都發現相關性沒有那麼大 其實亦都很吻合 有一部分的情況之下 其實肝的脂肪 和炎症的嚴重程度 其實可以隨著不同的區域 有它的區分 至於是否image guided 即是我們照著最光亮的地方 一定是最差的地方 暫時醫學上就沒有一個定案 因為說到尾 其實就是說 脂肪肝有多嚴重 並不在於它有多少脂肪 而在於裡面有沒有發炎 有沒有細胞受損 所以這個亦都需要一些長期的跟進計劃確認 而講到尾 如果當我們發展一些無創技術 來判斷脂肪肝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終的目的 並不是說和肝穿的相關性有多大 而是究竟這個測試如果正常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心地告訴我們病人 將來患肝硬化或肝癌的風險是真的很低 而這些就真的有一些很長期的研究才能證實到 目前來說 較為多數據的 反而是剛才說的脂肪肝纖維評分 Nepholt Fibrosis Score 那個研究就真的看到 如果評分是低的病人 去到5至10年的時候 病人死於肝癌和肝硬化的比例 的確接近是零的 而我們其他新的檢查方法 亦都需要用同樣的方法去評價才可以 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 剛才這個報告我們聽了都很impressed 這個Fatal liver 常常我們是個病人 醫生說你已經有中度的脂肪肝了 每一次去看都是有Fatal liver 那麼這個Fatal liver 這個Fatal liver 跟這個Fatal cirrhosis 或者Fatal hepatoma 什麼可能有相當的關係 所以聽到Fatal liver 就嚇壞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你剛剛講的你們一個Fatal cell Fatal cell裡面還有Hepatitis 你這個Fatal liver 本身一個問題 Hepatitis又加上一個問題 那麼你當然要做Fatal diagnosis 要做肝穿刺 或者更多現在比較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病人 常常第一個就是你有Fatal liver Fatal liver 你剛剛講 你最好是減肥 減肥說容易又不容易 少吃多動 每個人都知道做不到 我剛剛那個王教授也講 我說他今天看了我比去年胖了 我說真的是 真的是越來Fatal liver更嚴重了 所以你剛剛的建議就是 用Vitamin E或者其他的東西 那麼像那個 那個Low density Crysteroid 這種藥可不可以預防一下 謝謝您的問題 非常佩服 剛才其實已經把整個 Lecture summarize 那我們非常同意的就是一些代謝疾病 很難希望就是吃一個禮拜的藥 它就沒有這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以前我們做這個Pioclytosin的研究的時候 也明白吃藥的時候 它的肝的脂肪炎症都會改善 但是停藥的時候差不多船都會回來 所以上來我們脂肪肝的藥很大機會是要長期使用 現在我們比較知道安全性的Pioclytosin 我們要長期的數據了 Statin也有很長期的數據 其實也有不同的研究 觀察性的研究說 吃Statin的肝病患者 他們出現這個肝癌的機會其實還要低一點 我們上年在Journal of Hypothology也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看4千多疑幹的病人 也發現吃Statin的病人 他們出現這個肝癌的比例 低大概30%左右 但是長期是可以的 韓教授也想問一些問題 我自己 現在這樣說法 我用什麼來做Screen 那個浪瀏化的 是用Ultra Sound 還是用Fibro Scan 一般來說 由於普及性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想診斷或者檢測脂肪肝 我們第一線都是用普通的超聲波 做一個B超的檢測 而如果病人是有脂肪肝的話 我們才做進一步的檢測 來評估脂肪肝有多嚴重 另外就是 如果真的有脂肪肝的情況 他是不是應該滴酒不沾 還是還可以讓他做So-So-Drinking 這個是另一條很好的問題 大家都很關心的 剛才的演講沒有特別提到 有很多研究 過量飲酒 不用說了 大家都知道 淤酒的人很容易有肝癌化、有肝病 這個就不容置疑 但是有一些研究發現 如果少量飲酒 會保護到心臟、保護到中風 這個也是大家眾所周知 但是有一些新的數據 就說少量飲酒 其實反而脂肪肝的人數的比例 是會低了的 原因就不知道 不過我們中文大學 剛剛今年有一篇文章 就是看腸道的細菌 和喝酒脂肪肝的影響 我們發現原來有喝少量的病人 血液裏面那些細菌毒素的濃度是特別低的 那這個會不會因此影響肝臟代謝 那就有待進一步研究 但是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解釋 OK 好 我們在這裏 你這裏也是最後一個 你這裏也是最後一個 我問一點 我自己好像這麽高深的question 但是很primatic 譬如現在要經過了這麽多議員 才知道肝肥不肥 肥肝是否有什麽cororation 譬如現在要肥脂肪 我肝是不是肥皮呢 會不會肥脂肪也不肥呢 這就很視乎 肥的定義 一般來說 我們定義肥半就用 BMI BMI就是用體重及身高的比例 目的就是用來平衡你越高 當然你的體重會越高 但是 BMI 雖然容易度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分不到體重在哪裡來的 究竟你的體重是由脂肪到來的 還是由肌肉到來的 當然是會相差很遠 如果你看阿洛蘇華森力加 它的 BMI 其實是四十多 但是你夠不夠膽說你周身肥肉 不會的 所以一般來說 當然越肥胖的人就越大機會有脂肪肝 但是也要很視乎它的脂肪比例 還有另一個概念 我們就叫做Fat Partitioning 就是說你的脂肪究竟是去什麼位置 原來如果你攝取了脂肪 或者身體製造了脂肪 它需要有地方放置 如果你是放在皮下脂肪 其實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是不能放在皮下脂肪 或者是過剩 到那些脂肪要在內臟積聚 那就對身體有害了 有一些罕見的疾病 例如有一些愛滋病人會有Nipodystrophy 就是說它沒有皮下脂肪 就是說那些脂肪被迫住 就去了內臟那裏 那些人的脂肪肝就會特別嚴重 因為時間問題 所以在這裏我們就暫停了 我們也多謝王教授 很精彩的演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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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